好 大陆渔船翻覆事件 大陆加强施压力道超过11艘的海警船 在惊吓海域大执法 国台办出面弄轰我方冷血撞船 一切后果要台湾自行承担 前一总马英九说 热金政府没好好跟对岸沟通 四个字不可思议 搬船事件两岸关系紧张 惊吓海域的大陆海警船 从四艘暴增到11艘 其中两艘更直接直闯我禁止水域 而且最大吨位高达8000吨 专家直呼不可思议 我们的海巡署最大的船是4000吨 比我们还大一倍 等于是军舰等级了 我们台湾还没有那么大的军舰 水炮当然是比不可人家啦 对我们军舰威胁都很大 传出两岸协商有初步共识 针对陆方要求的公开道歉 我方可能改成书命致歉 但到目前为止 我方一句道歉都没有 国台办怒轰太冷血 管碧林把处理2142新装产事件 当成是个人政治表演 隐瞒真相 推诿谢泽 谎话连篇 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歉意 一句道歉 还对善后工作不断地设置障碍 极为冷血 我们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 事实真相 严惩相关责任人 陆方呛瞎将保留 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 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 陆方红十字会则是再度表示 我方没有录影证据 他们绝不相信 不可能没有录像 因为现在哪怕是手机 是吧 因为这个设备现在是非常普遍 而且我相信就是说 相关台湾的法律 也要求你在制化的时候 必须要有留存 政府应该赶快跟对方沟通 报道这么大的事情 完全没有动作 只有四个字的评语 不可思议 卫星土上金门被六艘大陆海巡舰艇 团团包围巡艺 民众甚至站在金门岸边 都能看到大陆海警船 当惊吓海域紧张升温 政府不知道要如何让正义落幕 记者黄一聚 王志恒台北金门采访报道 好来看到呢 这个管碧林现在呢 大家要他来负责 那么现在主要就是大陆渔船 现在疑似因为神秘国防海巡署的盘检 翻覆造成两名的陆籍的渔民死亡 也因为在整个执法的过程 没有录影责任难厘清 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新党的部分 好现在已经是开出了第一枪 那么点名海委会主委 管碧林海巡署长周美武等等 行政怠惰标示呢 要来前往监察院申请弹劾两个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新党主席吴承连 喊出没有一个金门人 希望金门成占地 那么金门如果战争 非金门人引起的 如果大家都不关心 那我们诉求独立 你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部分 那将要申请弹劾滚闭林周美武两个人 那么同时呢 在九天的协商 双方未有共事 不过现在在文字的部分 好可能呢会来同意公开道歉 改成一个书面的致歉 那么大陆方面 否认协商是沟通 大陆也说接回两身 两位身还的渔民 并非是遣返 在文字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记者会上批评 管毕林不仅是隐瞒真相 对遇难者没有一句道歉 甚至对善后工作 是不断的设置障碍 极为冷血 前立委郭正亮指说 大陆现在呢 也公布了新华社一张 大陆海警船跟台湾的海巡船 同框的这样一张照片 可能暗示 是不是真的要有冲突了吗 大陆的海警船是两千两百五十顿 台海巡船是一百顿 差了二十二倍 就是在暗示说真的 你想要冲突吗 那么经过九天的协商 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原本传出昨天要开会 但是媒体在陆方代表 下策的饭店守候了一整天 那么海巡署人未到场 根据了解双方在协商之后 将会用书面致歉 但是现在都还在进行 内部的讨论 希望呢 在文字的部分 能够更加的理想化 从二月十四号到现在 现在这个已经谈判多次了 那么国台办强调 这不是协商 是对善后处理事宜的沟通 同时没有正面的回应 两岸的协议 三五传播等等 有关的问题 那么现在传出 这两名生还者 回到大陆 陆方在接人时 拒签任何文件 那么同时呢 现在大陆方面强调 是接回 并不是所谓的遣返 那么现在国台办 也直接点名了 关闭零 你可以看到持续的延烧 那么也直接表示说 在这个直接点名 管闭零同时 表示他把整体事件 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表演 要求我们要尽快的 公布的真相 民营党立委许志杰 也表示 这个大陆呢 故意是想要把 这样的一个事故 把它扩大成政治事件 心态不可取 不过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立委 赖石宝就认为 如果说我们拿不出办法 让大陆有文章可做 而且在海警船的部分 不断的来骚扰 解铃还需 细铃人 至于说 现在在两岸的关系 美国的学者分析了 尽管说呢 在这个副总统赖清德 在1月台湾大选 获胜了 但是北京还是认为 选前对台策略 已经奏效 所以在未来 除了军事外交施压之下 还会加倍对台湾 来进行政治作战 那么这很可能会让赖清德 延续总蔡英文的多项政策使带来麻烦 当中就包含了 像是台湾的潜进鼓噪 还有意味从四个月 恢复到一年的计划 甚至接下来再强化金门水域巡查 很可能也会恢复 举行军事演习 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同框照 事情是不是越来越大条 那么现在国台办的 犯人朱凤莲就批评民党当局 没有表达歉意并且刻意的 隐瞒撒谎误导 前领委郭正浪表示人死为大 起码要表现一点人道主义 同时他也举例了当年的广大新案 我们广大新的渔船 就是在菲律宾的水域越界被开墙 朱凤莲事实上是在跟你讲 子民道路了啦 他这个在骂你 表面上是在骂你 就是说你怎么连个道歉都没有 这个不道歉给人家一种feu啦 就是人死为大嘛 对 人死为大你起码要表现出一点人道主义 对 你其实不认为是同胞啦 大陆更care是你连一点同胞爱都没有 可是你一点人道主义都没有 这个就是 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说 我们可以我们有权执法啊执法啊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 当年广大新 我们是不是在菲律宾水域被开枪嘛 对对 然后船长死掉了 有没有越界 有 广大新的渔船就是越界 然后被 被开枪嘛 开了52枪 52枪 为了要逼走那个广大新那个船 他也是在驱离啊 他声称他打水 这个明显的执法过当嘛 对 就打到人嘛 对 那 我 结果我们这边知道了嘛 那时候是马英九当总统 对 你知道马英九怎么处理吗 嗯 我们的船越界哦 我们派了六艘军舰两架战斗机直接进入菲律宾的水域 那结果那个菲律宾总统啊出来说海巡隐匿 派罗牧斯来道歉 对方越界我同意啦 可是你把人家弄死了啊 但是你要调查结果啦 我跟你讲啊 你把人家弄死了 你就先不对了啦 对对对对 你再怎么样执法 你你就算执法 对 与法有据 但你过当 本来就是嘛 越界 你也没有查到他捕捞什么啊 事实上他 你根本没有证悟啊 他就越界 就开始被你追逐嘛 那后来把人家弄死了 这个你第一个就理亏了 所以你有执法权没有做 可是这里就是过当嘛 因为他再怎么被关也不可能死亡啊 而且是死两条人命啊 那道路怎么会不生气 你上次对广大兴不是也是这样 你还给他拍军舰去 好转起案件 那么还有会主委管辟林都强调 一直希望是朝着人道 服务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海巡署27号跟陆方代表 进行第九次的协商 还是没有获得具体的共识 时事评论员黄明表示呢 双方先就可以谈的部分 来达成共识 留待金门地检署司法的公正调查 如果对案觉得 金门地检署的调查可信 可能可以扮演所谓的公道博 而在最后一个阶段 扮演仲裁的角色再来决定 如果说责任是海巡的话 那么道歉就势在必行 以这个广大新二十八号事件 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当初第一时间菲律宾驻台的代表 那个办事处的这个代表 他是去这个说 我由代表菲律宾政府向菲律宾 他是说代表菲律宾人民 不是政府 代表菲律宾人民向渔民 向受害的船长致歉 还有家属表达遗憾及道歉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我们不接受 所以后来就有第二波的制裁 第三波的制裁 然后后来最后因为关键 那个菲律宾政府愿意低头 是因为那个影像出来的 那个感觉就是一个谋杀案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说这一现阶段 因为在真相还没有理清 所以你去讨论道歉的形式 其实我认为现在要谈成的几率不大 可是呢 关键就在于说 那有没有可能先搁置这个争议 什么叫搁置正义就是说双方先就有可以谈的部分 达成共识 后续比如说有一个淡书 就是留待这个所谓的金门地检署的司法 的这个公正的调查 前提是要公正 必须要不偏不倚 然后你不要今天就是说 因为是在金门 所以就骗南海巡 也不会 目前看起来 我们金门地检署做到蛮公正的 就是目前不利海巡的资讯 都是金门地检署对外证实 包括有碰撞 包括这个什么 要以过失致死罪来争扮 包括没有录影 目前都是检方证实的 所以我相信对国台办 对对案来讲 或者说对对案的这个 罹难者的家属来讲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个司法也许是可信的 所以他们也许愿意稍微等一下 因为其实会有 其实虽然没有这个 所谓的直接录影证据 但是像比如说张燕廷将军也知道 空军执行有时候也不见得 会有所谓的失事现场的画面 但是你可以去透过 比如说他的雷达的轨迹 透过很多的 比如说黑盒子 去还原当时的状况 那去推敲出 比如说碰撞 碰撞就可以去推敲出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碰撞模式 去模拟出那个现场的状况 所以我想司法可能可以扮演一个 所谓的公道博 在最后这个阶段 扮演一个仲裁的角色 最后才来决定 比如说责任是海巡的话 也许那个道歉 就必须势在必行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海岸防卫队 跟吉里巴斯的警方 26号针对了非法部 于巡逻登上两艘 大陆遇传搜查 不过潮与异账 北京的媒体报道说 大陆的渔民捕捞行为 是合法的 美国官员为了刻意的恶心 中方才把这个事件 特意的拿出来说 大肆宣传成了一个重要的攻击 而退役射将立正杰 在烙碗报也表示 美国这个动作 恐怕会让自己出囚 并且没有台阶下 因为大陆的海警船 曾经航行到珍珠港 甚至越过了幻治线 如果说大陆采取反制动作 美方有那么多的军舰去防卫吗 我第一个我想美国做这种动作 在找球 自己找不到 到时候你找不到台阶下 我特别要讲中国的海警船 海警船确实是可以 我在海上执行搜救 或者救援 或者是监视 你这边渔船 有没有违法的捕鱼 或干嘛 做这些动作 这海警船 那美国来讲的话 他们是执行这个工作 叫海岸巡防队 但我要特别提醒美国 你要注意到实力原则 你的船 你的海岸巡防队的船 跟日本加起来 还没有中国的多 那你现在 你跑去弄中国的船 那我特别要提醒你 你去看看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海警船到哪里 已经到你珍珠港上面 国际换日线 那它可能 中国那艘海警船 我们都知道它台海警船很大 有到上万顿的 它可以走很久 那所以如果到换日线 第一个可能性 如果军事上的话 它可能先探路 替航空母舰探路 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现在讲的就是 我到那个地方去 看看我的渔民 有没有未发布渔 那很正当的行为 海警船本来就执行这种任务 那会不会这种 中国海警船 你到这边来弄我的渔民 我就到你珍珠港去弄你渔民 到时候看看谁弄得过谁 你到我家来 我就到你家去 我特别要提醒美国 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你把这货 你自己去捅这个马蜂窝 你自己太平洋那么大 对不对 你有没有能力说 每一个角落 你都有军舰去护到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